大Menu那裡開始 大Menu那裡 即是遊戲外面的Menu 是啊 那我 等一下 分享遊玩 非常緩慢連線速度 你知道哪邊連線速度嗎? 那邊慢 怎麽搞呢 如果不是 就留下 Gameplay我們做傳 然後我們貼兩套片 再不是 對了 跳兩套片 那就Gameplay做傳 OK 或者是這樣的 很簡單 我們用傳傳做一次 接著你打幾場 Key回去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 可以了 OK OK 只做傳 但你現在還怎樣想 試不試 online打一場 看看怎樣 我照錄 你照錄 我看看可以不可以 試試 但怎樣加入你去對打呢? 我現在試試 我現在試試去 online那裡 然後 private one on one normal match 對 對 對 試試看 那裡 invite friend 好 好 等一下 欸 傳了 傳了invitation給你 好 好 好 可以 你看看 這樣可能OK 如果你那邊這樣做 我那邊上不到 是啊 是啊 我現在是不是要先按錄 先按錄 啊來吧 好 看一下 咦 為什麼會 我按錯了按鍵 這裡 搞定 waiting for other players 創了人文沒有 你 是創了的 哈哈 我看你創了什麼東西出來 好 喝著Sake來跟他打 嘩 你這麼像 The Shield 其中一個 蛤 這麼像The Shield 其中一個 沒有啊 沒有其他衣服適合 哈哈 我隨便很普通 我一條三角 搞定 我見啦 我扮朱古力 哈哈 哈哈 但是有什麼 有中一頭 有嗎 有嗎 有啊 不過不是那麼英俊 短了一點 還有沒有音的 沒有音 我先重覆一下 我試過看過 好像不覺得 有中一頭 但我見到 我見到 上網有人弄到 弄得很像 對啊 因為有那個頭 有那個半邊橙青那個 啊 OK 等一下 Ready Proceed Match OK 我忘記了按 昨天我們 有個聽眾都問我說 這一集 online 會不會好像上集那麼疾 這個我不知道 所以現在這個 我跟你試 是啊 嘗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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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一集的gameplay如何 嘗試一下 嘗 那現在直接來 各位 你們好 ACG獨聯體又來了 這次比較特別 第一就是 我們應該是第一次這個節目做視像 對 之前你沒有做過視像嗎 沒有 那些Key圖上去放YouTube那些 不叫視像 OK 那這個真正做視像 第二就是 其實我們不只只有 我們本身幾個主持 這次有個其實是舊主持 不過很少出現的 如果大家有看摔角的 就知道他是摔角時報的主持 其實也是我們這個節目的主持 他專門討論 美國那邊 和打機那邊 都是他的 現在大家看到畫面 就是我和Rick在玩的一隻game 其實這一集 除了在ACG獨聯體之外 亦都關上了這個 蜀角時報 那 那 現在這隻是什麼呢 那 WWE 2K16 就出現了 那 就 對了 我們其實現在一路打著機 一直在玩 會不會覺得難度很高 一路打著機一路說話 其實挺難 因為其實我是轉著頭來打的 哈哈哈哈 現在很分心 是啊 但是 剛才你問我遊戲的難度如何 我由幾樣東西開始說 遊戲玩上面 第一就是 他的動作的按鍵分配 是再複雜了 我發現 譬如 今次我留意了一件事 就是以前 他的摔角動作 如果大家不知道摔角 通常有一個打擊 還有這個grappling 就是所謂摔頭 或者鎖 三樣東西 三個元素 但是 以前 譬如玩 舊那些 2K14 或者再之前那些 他就有一些 grapple 其實都是打擊技 他就當了一些摔打 但是 去到 16這個時候 他就將它完全分開了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東西 有啊 而且是他按鈕 那個option 多了 就是以前 他在grappling 他有些 比較上 軟一點的招式 你按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有些 是strong的招式 你可以保持住 這個option 以前只是在grappling 上面才有 但是現在 連打擊都有 變相 你的option 多了 你的招式可以玩多了 變相 有些人 如果是 比較上 不屬於這些遊戲的話 玩起來 會覺得 會複雜了 其實一開始 我也覺得 有點複雜 因為 在操作上面 譬如我自己玩 我很少用一些 或者我自己現在 在畫面上看到的人仔 通常我都很少用一些 很grapple的招式 我通常都是 用一些 拳打腳踢的 代替了 那些grapple 但是現在 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一定要 你一定要 分開 尤其是幾件事 譬如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訓練餐廳的機會多了 是的 以前 只是一開始 可能頭兩三個選擇 才要你 做一些 所謂叫做 訓練餐廳 例如 有時候 例如一個選手 躺下的時候 你都可以 做一些 headlock的動作 然後 又是繼續 這個機會是多了 那些 所謂 train wrestling 就是 躺在那裏做的 我們稱之為 叫做 糟糕 那個統稱叫做 work move work hold 那些叫做 今集 就是 加了這件事 變相 如果你們 看慣摔角 知道這件事 又多了 一件新玩意 另外 比較上 如果你說 在gameplay上 你說多了 例如 一些 所謂 selling的小動作 在這方面 就多了 變相 你玩下去的時候 那個 所謂 restling simulation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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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徵度 又高了 變相 你玩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好像自己 真的 在打一場 比賽 這樣 是的 這件事 這件事都是其中的特色 但是 還有一件事 有兩件事 這次 這一集 改變得很厲害 但是我到現在也是一般的習慣 就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submission 就是下鎖的時候 你說下鎖 我現在立刻下鎖 哈哈哈哈 我立刻下鎖 是的 說繼續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 以前我們下鎖 就是鬥快按鍵 也有 鬥力也有 但是 去到這一集 他怎麼去分出你的鎖 成不成功 令人投降呢 我懷疑他是 仿效了UFC 是的 用一種按R按鍵 在這裡轉 然後呢 你做防守方 就是被人鎖的 就是儘快逃離別人的鎖 這樣呢 而我們 即是如果你是攻方那個呢 就要儘快 可以令到你自己的鎖 去 修改了別人的鎖 這樣就可以盡量保持住 其實這個玩法就是 老實說 我自己試了 或者我剛才試了 其實我發現這個系統 就不算 很流暢去轉那一刻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感 是啊 你會覺得是 完全不流暢 你想要去那個位 你是要很難 才會去到那個位 譬如 你要很快地 將你那個鎖 向下的時候 你是很難才會 將那個鎖 轉到他向下 他那個動作的程度 是很慢的 變相了 你無論是攻那一方 或者是守那一方 就變相了會 比較難一點 我會覺得是 這也是很難的 尤其是 我以前都很喜歡玩 審命的 但是呢 其實很老實 我一次都沒有成功過 除了 你一會兒看到 第二次 《Break Line Career Mode》 那時候我有玩 我有試過成功 我是從來沒有試過 成功審命的 是每次都被人做得好 但問你 你用那些 是不成功的例子 你那些人的 submission 那個stat 是不是比較低的 都其實 不是 我現在做這隻 都叫做 我好自私地教了他 100 我都沒有試過成功 你都沒有試過成功 這樣都 是啊 實在太難了 可能因人而異 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沒有辦法適應到 那個系統 比較難一點 因為 UFC的遊戲 我自己 玩很多 變相於 我自己比較習慣 那個系統 我就自己比較OK 但是 如果大眾粉絲 要接受這個系統 而你在流暢度 你又做得不好 那就變相了 對於這些玩家 會比較難一點 對 其中一個 第二樣 就更加 切身 可以感受到 如果玩開 可能會很不習慣 那個kick out 哦 是啊 那個kick out 其實我現在都不明白 就是怎樣 他這次 我沒有記錯 好像上集的做法 就是 就是 你被人 按了 按的時候 它是一條 左右彈 你看時間 按那個位 你按中 那個kick out 那個格 你就叫做 可以成功 好嗎 好了 今集 今集 它是玩圓形 其實它的原理差不多 其實 一般情況下 其實都叫做 都叫做 易 易 但有個情況 我不知道阿Rick 你能否研究到 通常中了 銀行下 Finishing move 那一招 就一定是 最後一招 變成了 它就想增加難度 變成了 如果你是被人擊中 一招 Finishing move 他第一次是沒有的,他只是給你第二次和第三次 因為他很搞笑的,因為我們平時的編科是數三次的 他就弄到只有三次機會是可以打擊到的 如果在三次之外都打擊不到,你就會輸 他要拿回真實的編科的原理是在三秒之內要打擊三次 如果被人打擊了,你第一次就沒有 加上被人打擊了,你自然可以打擊韓巴 他就想增加難度 看看你怎樣看 你覺得這個設定是否正確的 有時候你都不想弄到一隻遊戲是... 你是無法完成的 因為如果你要突然間弄到一隻遊戲 是... 你打擊太容易的 變相了你... 兩個人在玩那時候 你玩都玩不完 變相了又是不行 變相了就... 這方面就要看你怎樣看 某程度上是OK的 其實做法是 但是老實說 我自己就真的很不習慣 這些事情 Gameplay上 Rate你還有什麼想補充 Gameplay其實... 那些Bucks我們講不講好呢 講就講吧,我們又沒有收贊助 其實說一句,今集的Bucks呢 某程度上我覺得多於上集 你是什麼例子呢 我試過... 現在近期就沒有了 可能他們... 都知道問題在哪裏 所以他們就fix了 我之前玩過的就是... 譬如... Rode Breaks OK 我被人騙 然後... 不是喔 是我騙人 我騙過電腦 然後電腦Rode Breaks 會出現兩個情況 就是... 要麼... 就... 完全...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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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 就... 完全... 就是... 完全... 你都起碼打8分鐘以上了,如果你想儲得高身的話 我打了一場8分鐘的比賽,然後你突然輕了,變相好像有點浪費了我的時間 其實我試過,但是我試過另一個比賽,最近少了,就是什麼呢 有時候我跟對手出了去擂台的Wingside那邊打 一般平常的比賽就不會有卡10下,所以你要盡快上去 這樣我卡的時候就走上去,我看著電腦走不上去,不停在場邊跑 哦,OK 有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不過我有另一個情況,就比較像是 有些叫做,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Dumb AI 例如我打Ted Team Match,OK 平時如果你們比較喜歡自己控制一個人的 不控制你自己的Partner,OK 那你Ted In了你的Partner,然後你向外面 你再想Ted進去的時候,你就按一個L1來叫Partner過來Ted你,對不對? 是啊 我試過有一次是完全Adgnore了,完全不理我 是不是Story Line來的? 不是Story Line來的 是就這樣打,而且是他Adgnore我的情況 很搞笑,他是很明顯知道是Bug來的 為什麼呢? 他是不斷地重複他不斷在做的動作 例如他剛剛是用POW SLAM的 或者BODY SLAM的 我按了L之後 他不斷地重複BODY SLAM的對手 然後就這樣做 是啊,我試過這個Bug 然後呢? 沒有啊,你沒辦法 你又Ted In不到你自己 你唯有重新來過 你又是關機 其實我這一場呢 我是打MyCareer的 如果我直接Click了 去Quick Game的話 那一場我就會輸 我又不想輸 那一場就變成了我要關機 重新進去再打 哦 是啊 然後我之後那一場呢 我直接是 我後段呢 我不再Ted In我的Partner 我自己打了就算 變成了 這個又是一些 一些 一些 Dumbucks 然後另外有一個 我打算洗環手出矛招 我打算用武器 通常我們用武器 但是那一場不是No DQ 我們會怎樣 你知道嗎 那 你說會不會壞的呢 正常情況 還是真的洗環手 正常情況是洗環手 正常情況是洗環手的 正常情況就是 那個Referee會說你有問題 通常呢 如果在一場正常的比賽 想用摺椅子的 那些呢 你不是先打均勻 裁判先的嗎 是啊 這樣 先打均勻 我試過打均勻之後 然後閃電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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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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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唉 試過兩個不同例子 一是 我一打 裁判就馬上放進去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我 打完裁判之後 那個裁判就躺下 然後拿了摺椅子 然後我打算 走過去 一張摺椅子 一起載過去 對手的時候 那時候不知什麼事,裁判突然立刻起床 然後我車種的裁判,然後就踩上機 很搞笑這種情況 高空結束了這場比賽,我們打第二場 我們繼續 繼續 看看你還有什麼,你用Mandable Claw 你知道我這些基本上不是很技術性的,要有型的 糟了,離開了 不過這樣說,還沒打第二場之前 其實有些舊玩家都在說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WWE 2K16的選角 就是casting的問題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不滿 我覺得有點煩 很煩 因為這個情況,你形容一下是怎樣 先說casting 就是選擇玩家的做法 怎麼說呢 他最初的做法就是 你有個表 選了方向,選了哪一邊 然後他以前一按完之後 整個大表走出來 那些人頭都在那裡 然後你就在那裡選擇 如果你是一些 所謂我們自己做的人 就是custom player 或者是diva 或者是下載的 另外你要卡到第二個位置 然後在那裡再有另一個表選擇 這次比較特別 這次他就把原本的屬性 原本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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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Diva 全部都放在一起 放在大個屬性的 你自己先選擇 然後再進去 各自分開 不同屬性的人出來使用 我想聽一下 你覺得是好還是不好 以及為什麼 我覺得不好 因為 譬如以前 我們選擇 那時候 他是一個表 你要找的時候 你會比較容易找 就不同 這一集就是 你找個人的時候 你要跟回英文字母 是嗎 對 你要跟回英文字母 變相 你找 起來的時候 你會比較上 會覺得很煩 會花很長時間 才去選擇那個人 是不是這樣 現在畫面都應該看到 我們一按完之後 選擇了哪一個 然後我現在選擇 已經有四難的東西 就看到了 Download Custom Divas Super Star Super Star 即是普通的男選手 按完之後 你再選擇 當然我也要選擇 這個 有兩體 有些是覺得很煩 尤其是 有些三心兩意的 我想 用一下 咳 不可以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 我會很煩 兩體 我覺得可以 因為分門別類 容易找人 因為 很老實 今年的 2K16 在WWE 號稱 最多選手的一集 是啊 其實如果你要找個人 如果你說找Diva 都很容易 你說找男的 其實真的有些 看到眼睛 他分開都好 各有各 但是 除了你說選擇人的畫面之外 另一件事 亦有很多人爭議 有問題 就是 他選 即是 今次入選的選手 有些人不滿意 有些人不滿意 是啊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個選角那裡 你有沒有些人 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滿意的 現在暫時 我好像DLC都看不到 好像沒有 我現在譬如有些人 未聽過速角時報 第一件事就是 介紹大家去聽 如果想知道速角的東西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真的未看過速角 暫時 就是WWE這家公司 暫時有三個品牌 就是RAW Smackdown 即是節目名 或者NXT 和一個 其實NXT有很多選手 或是這麼說 NXT本身今集 是挺必煌的 是挺必煌 NXT這一個品牌 即是有很多NXT選手 但是問題就是 有些其實我覺得應該要 加入去的 你都應該出現的 暫時我看不到 或者DLC 我暫時的情報都沒有說 他會有 譬如誰呢 Charlotte 我就沒見到 Charlotte都沒有這個 就真的要斬頭 是呀 Charlotte是沒有的 Backet Lynch是沒有的 Backet Lynch是沒有的 是呀 還有一些藍的 Bow反而是藍的 可能齊張一點 我覺得 女的這兩個 沒有了其實我覺得 都幾 即是怎麼說呢 都幾是一種古怪的情況 最大敗筆 因為你NXT 你都是 這幾條女 都是 feature 人物 你變成 你沒有她的 就 有些差一點 但藍的 好像都沒有誰會差的 是嗎 藍的嗎 私人來說 我覺得 近幾年 看完 看WWE 你現在打遊戲 我現在暫時還沒有 很習慣沒有的 CNPunk 你沒有辦法 喂 你知道去年CNPunk 是甚麼事的 是呀 CNPunk 現在就不看公司黨 是呀 這個是難搞一點的 還有 老實說 我也這麼說 我一會兒講 我一會兒講 CNPunk 那時候 我都會 告訴你很多 你發現很多 CNPunk 基本上 你可以整個 CNPunk 弄出來的 你弄到 都還可以 即是 你自己弄 還自己弄 但問題是 他不可以自己 去自己公司出 因為 免得又被人告 是不是 常年搞得很麻煩 還有你說 如果是 藍 藍 看誰是漏 藍的 其實 你說如果真的漏 有些人想 Dudley出來 即是現在回來 一個Legend的隊伍 Dudley Boys 有人想他回來 也有人猜 他會 今集 可能會出到 但最後都不見 那 這一點 我覺得 比較有趣 即是比較可惜 有一點 因為 其實Dudley 都應該挺受歡迎 這個沒有辦法 還有 我知道 原因 是在哪裏 因為 他們 選角 那時候 每年的 遊戲都是這樣 通常 角色 會跟回 那一年的 WrestleMania 之後 那個 月 是有什麼人 他就跟回 那些人是怎樣 無論是 有什麼人在 甚至乎 他們的角色 以及造型 都是跟回 那段時間 大約四月 是跟回 那段時間 那 Dudley's 都是 幾個月回來 大約 八、九月 才回來 對嗎 對 這方面 他們就 沒有辦法 但問題 是 看看他們會不會 遲 可能 12月 一月 他們會不會有什麼 新的DLC 推出 那時候 會有回 我們剛才說 錯誤的 譬如 Charlotte 總之 我們堪稱為 女子 Four Horseman 那四個 看看會不會 變相了 就會好一點 還有Dudley's 這些 這些人 加進去 變相了 會好一點 希望 因為其實 我就這樣看 尤其是Charlotte 這個角色 沒有 我是幾 幾意外 的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留意 因為我講回 上一集15 的時候 其實DLC 因為其實 WWE 2K系列 每次都有幾套DLC 其中一套 必然會有 就是追加的 動作 追加的招式 那 你上一集 其實你看到 是有追加的Charlotte 那兩招finisher 的 你有沒有留意 沒有這個 就是那招 有的 有嗎 我忘記了 他放了Figa4 但是他另外的招式是有的 OK 其實那時候 一些摔角迷都已經 16應該都出現了 因為15已經有一個Move 給他 特意被人 Custom去做這個 但是 竟然想不到 最後是出不了 這個是真的 每個人都掉了眼鏡 我聽起來 我這樣一聽起來 我都掉眼鏡 說真的一句 是啊 這個是掉眼鏡 你想想 這次16 即是 我爆一點點Creation 的東西 是有整套 彭橋的Move Set 出現了 即是日本摔角手 彭橋的Move Set 整套出現了 中一的我看過應該都可以自己撿出來的 整套撿出來的 當然可以 可以撿到的 但是 你竟然一個 你去年都應該差不多 遇到他會 遇到他會上位的一個女選手 你竟然今集不出現 我真的掉了眼鏡 即是就算你說OK 當時Charlotte是未上Main Roster OK 但問題是 他那時候都在NXT 既然你有NXT 那你為什麼不出現呢 這也是非常奇怪的 但是 如果你說Creation 可能爆一點點劇 你有看過Creation他的招 你會否發現他今集 除了有 例如新日本的招式之外 他還有很多是一些 在獨立圈選手的招式 你有沒有發覺 上集DLC其實都有 我剛才說的Additional Move Set 那個套裝 其實都開始有 但是 今次是簡直 你不用DLC都已經很多 對 對 對 甚至乎 你可以說 其實有些 基本上你看到現在的WWE 是沒有可能會出現的 Move 你應該都會看到 對 這個是很驚訝的 挺好的 譬如有些選手 如果大家 是不認識的 或者有興趣去聽說 譬如有些Chris Hero Johnny Gargano 那些招式 他們都有 我覺得這一個挺好玩的 我覺得 OK的 就是這個Move Set 其實 我記得我以前 還在《雪國時報》 說這款遊戲的時候 我都經常說一個問題 就是 這款遊戲 很多時候 那些招式 是越來越少 嗯 但是 這次 你看回 其實他的招式 是相對多一點 亦都是 過 自由到大一點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 比較 日本的選手 你可以做到 美國的選手 就是一些美國獨立拳 的選手 亦都可以有機會做到 還有一招 我等了很久 終於有 什麼 一招叫Finnish Splash 噢 上集沒有嗎 上集沒有 上集 那個Finnish Splash 就是鳳凰撲擊 是 要用彈繩的 就不是 起上top rope 這次有一個 top rope版 這個 其實我等了很久 的招式 終於出現了 可以做一個 正正中中的 日本選手 這個Hayabusa 還有 為什麼會有那招呢 其實有一個 理由就是 因為Satthron 都用過招式 好像沒試過成功 呃 不是 它Raw Rumble 那次成功了 中了 那次中了 不是 所以 有呢 我覺得 都幾 立位 比較安慰 因為Moodsets是OK的 去到最後 因為現在都講了八個幾字 再九個字 我們講回Gameplay 差不多了 我們講回Gameplay 你跟我玩了這麼久 在玩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有什麼心得呢 如果要打得好 好啊 有什麼心得呢 因為我這樣講 我先講一點 因為 今次AI的動作 或者反應 是跟以前很不同的 是啊 是好很多的 嗯 所以你說玩的時候 你說有什麼 需要注意 讓自己不要經常被人打輸 我覺得第一件事 你是要 就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些 不是太看出閃閃 而去玩這遊戲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 甚至是有沒有 如果你是 OK 如果你是一個 玩開閃閃 或者是有看開閃閃的 那會比較容易 因為你會大約知道 那個選手 是有什麼招 OK 你會大約猜到 就是 我應該怎樣按 而去出到那招 這樣 如果你是不熟悉這些遊戲 或者是不熟悉閃 我覺得 你真的要 去試一下 看看 那個tutorial 或者是 看看那些move list 看看 那些招式 是怎樣按 還有 按什麼 而有什麼招 我覺得 是應該要看 因為我見過 有些 我看過台灣 那邊 有一個非常出名的 遊戲的實況主 老蛋 那些 他們試過玩這隻 是玩到鬼馬鹿的 哈哈 是啊 因為他們是 第一 我猜到 可能是 有些人 是有看過 縮角少少 但是 不是太明白 縮角這件事 還有 就是 他們不是太明白 縮角這遊戲 即 2K系列這遊戲 他的玩法是怎樣 所以你看到他玩的時候 永遠都是 按來按去 都是拳拳腳腳 拳拳腳腳 沒有什麼grabbing move 那樣 變相了 如果你是 不懂招式 怎麼出 基本上 樂趣 那方面 相對於 沒有那麼容易享受到 因為 你現在這遊戲 無論這集 或者上一集 他的樂趣就是 Resting simulation 你打中 那時候 就好像 有一點 置身於一場 縮角賽 那樣 你打中 你會覺得 你自己是 好像真的在打中 一場比賽 變相了 對於 我們這些 縮角迷來講 那個樂趣 那方面 就是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是 比較是casual fans 那些 不是太明白的話 就 這樣 我不會說 敗筆的 但是 是一個 缺點 我自己可以說 這個是 還有 最後一件 我 就算 大家 純粹是一隻 格鬥遊戲 那樣玩 我 給少 心得 其實這隻 如果你想純粹 一個 玩的心態 不用像 我和 Rick那些 那麼 那麼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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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大家 好好地練習 你自己 先 右手 食指的 靈活 我知道 我知道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要 重複 對 其實這隻遊戲 長久以來 是一隻 玩反擊的遊戲 我自己覺得 雖然 今集 在選擇 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 他這隻遊戲 如果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不雙體力 你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的時候 被人打中 其實是不夠能源的 但是 如果你說去進攻 老實實 今次AI的反應 是快了很多 亦都很積極地調整 成功機會率 多了很多 是啊 如果你想玩得好 其實 以手為攻 我們玩這隻遊戲的傳統政策 其實是更行的 你說以手為攻 這一個就 我有少少可圈可點 因為為甚麼 他這一集的reverse 和上集的reverse 有點不同 那個不同之處是怎樣 上集 你reverse 你可以好像無限次的reverse 但是這一集 他多了一件事 就是 他多了一格 如果大家看到 譬如 我們現在的角色 那一行 那一行 有三行 一行 最頂就是 你的血 第二行 就是你的 momentum 那一行 那一行是你的體力 Stammer 然後到很低 那一行 黃色的那些 那些就是你的reverse 如果你用一次reverse 就會扣一格 然後 你會慢慢慢慢加回 如果你是用盡的話 你是沒辦法reverse 不會像上集一樣 完全沒有限量 如果你是跟電腦玩的時候 你在reverse 那時候 我覺得你這集 要用少許路 就是 你要知道 什麼時候 來用 什麼時候 來放給你的對手 來打 來儲回 reverse 的機會 因為萬一 你去到最後 你的對手 儲滿了 一個 就是 另外一個 就是你看到 percentage 那個number 好像現在看到 阿鬼里 那個 你儲夠 你可以出special move 你要去reverse special move 或者finishing move 如果你是沒了 你那行 reversal bar的時候 你就會中眼了 是啊 所以今集某程度 reversal 會有多用腦 如果 你說是 不想 太 即是 你不想 玩得太難 因為今集 那個reversal 其實 不止今集 我覺得有時候 雜雜 他們的reversal 都是比較難很多 因為 電腦的AI 基本上 是reverse 不是有reverse 這樣 如果你是 你自問反應不夠快 你又不想 玩得太難 你就直接去option 那裡 我忘記了那個行 是 game balance 那裡 你就把 reversal 那裡 那幾行 你就調低一點 對 對 這個是 所以 其實樂趣可以玩 不過可能要調教一點 因為 看你習慣不習慣 有很多人是 看到shake game 會有少少缺步 不過其實 今天shake game 我這樣說 其實相對來說 幾平易近人 幾平易近人 相對來說 已經是 平易近人 這句話 我不知道 因為 當然是 我純粹當作玩的情況 但問題是 因為我和你 鬼都是摔角迷 我某程度上 對於摔角 也有少許 understanding 所以玩下去 我們會覺得有興趣 但是 我經常想一件事 就是 如果不是摔角迷 的話 試試找這隻遊戲 會不會 可以有 我和你 一樣 同一種 樂趣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我明白 兩體 因為其實 有些人 不想摔角遊戲 其實 在近十年的摔角遊戲 是 偏向 複雜的 動作 是的 操作是比較複雜的 但是 其實這隻 去到今時今日 尤其是 你去到現在 XBOX和PS4 這些年代 其實他們的操作 都算是非常簡單的 有提示 等等 其實都不是很難做的 其實可以試一試 我覺得 如果你是想 嘗試玩這隻遊戲 其實我覺得這隻遊戲 都 某程度上 幾好玩的 某程度上 我依然是覺得 如果 阿鬼耀你評分 你給多少分 給這隻遊戲 CREATION那邊 沒有看 但是如果 純粹在遊戲上 我就 都給到 7.5分 7.5分 都可以的 7.5分 為什麼呢 戰略性高了 其實這一集 沒有以前 純粹只有打字 或者純粹只有反字 其實你需要 整個遊戲的策略也好 當然也是因為 這隻遊戲 應該是一個方向 想你打到 像一場真實摔角比賽 所以有些東西限制了 你 不可以這麼屈 但是你說 缺點 我不計這些疾病 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 怎麼說呢 在動作上 的處理 都略然是生涯 不夠靈活 當然你要真的做到 像真的 那樣靈活 當然不可能 但是 如果我們這些摔角 不是我們看摔角 看開的 其實摔角裡面 那種變化 始終還沒有做到這麼多 我覺得可以再改進一點點 如果你問我 這隻遊戲 我會比 7.5分 我比較低一點 可能是因為我之前 受過一些北市的煎熬 所以在這方面 我比較少一點 如果你說 Gameplay 可不可以再高一點點 我 我已經是開始想不到 他這隻遊戲 在比賽上 可以再有什麼大改進 因為其實對我自己來說 他一集 其實像真度來說 我已經是 這麼多集以來 做得比較好 所以對我來說 我都已經想不到 在比賽上 有什麼可以再挑剔 所以 如果你說比賽上 遊戲 單純在這一方面 我給他9分 好 好了 我們先說Gameplay 先說到這裡 好 我們現在不說話 我們盡快搞定這兩條 搞定這兩條 這兩條 明明是Jobber 但問題是 我們這一場都搞了很久 我都打他出汗 搞定 你們的工作完成了 我們做完節目了 你可以先休息一會 我還在喝酒 現在你們看視像 看到我拿著酒壺 一邊喝酒 一邊跟鬼打遊戲 好 OK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稍後回來 我們就會說 其中兩個我們 比較值得說的模式 就是Career Mode 以及 我很喜歡玩的整人仔 說什麼呢 稍後回來 繼續看 稍後見 OK OK